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螺电工艺是指用螺壳和海背 一般是指夜光螺 鲍鱼壳 或者是车取壳 模制成人物 花鸟 几何图形 或者文字等薄片 根据画面需要镶嵌在器物表面的一种装饰工艺 螺电工艺最早是产生于中国的商代 我们最早的一件出土器物呢 大概出土于一件西州早期的燕国墓葬群的这么一个螺电的一个器物 它呢 是一件漆器 那么上面用螺电装饰着非常漂亮的凤鸟 那么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呢 到了唐代 螺电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 而在明清时期呢 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时候 螺电芡工艺达到了顶峰 我们所熟知的江千里这样的大师级人物 他就是活跃在那个年代的 我们看到这样一只螺电芡的碗 它呢 年份和江千里所处的时期呢 其实差不多 它是一件康熙时期的 这只碗呢 它是用贝壳装饰的这种山川 树木 文字 还有人物 它呢 是用非常细薄的这种鲍鱼壳贴在了这种椰壳制的碗上 来产生的这种炫木的效果 这里我们看到三个字 狮子风 狮子风指的是哪里呢 它主要是指现在杭州地区的狮丰山 熟悉茶文化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狮丰山呢 是产龙警察最著名的地方 当年苏东坡就有诗句 约白云封下 两旗心 逆绿长鲜 古雨春 这样的诗句来赞美龙警察 而现在那个最著名的重有18棵御茶的御茶园 也是在这个施风山上 我们再看这件碗 这个呢 装饰的文饰呢 和刚才那个几乎是差不多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也是层层叠叠的山峰 这个山峰呢 像竹笋一样 所以呢 这只碗所装饰的题材叫石笋风 石笋风是在哪里呢 它也是在杭州地区 位于陵尹的西面 这里呢 同样也与茶文化有关 因为这里啊 有一座永福寺 这座永福寺呢 始建于东晋年间 距今呢 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在这个永福寺里面 有一个福泉茶园 传说每年清兵节前呢 整个寺院都会为茶而忙 而这里呢 也出产一种著名的龙井墙 叫做永福龙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样一对小小的罗电茜工艺的碗 他们讲述的呢 不仅仅是一项历史悠久 工艺精湛的工艺 那么它的文士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与茶文化的这种渊源呢 更值得我们去欣赏和品味 那么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今年也就是2020年 联合国呢 首次把5月21日这一天定为国际茶日 那么我们今天呢 也借着这两件古代器物 并且是蕴含着茶文化的这样的古代器物 来纪念一下这个特殊的日子 2020年5月21日 国际首歌 国际茶日